有關於性侵害一戰式的服務 這個是在台北市我們首推出來的這樣子的服務 那我們目的呢就是能夠達到 內政部公佈的所謂的這個檢數的一個方案 那減少重複陳述的部分 那以往的話做法就是這個被害者 可能要到警察局去報案 有警察帶到我們的醫院來驗傷 驗完傷以後又帶回到警察局 然後社工去做筆錄 那最後才移送到這個地檢署 有檢察官來做復訊 那這被害者事實上身心是受到很多的煎囊 跟重複的去做詢問的部分 那我們一戰式的服務就是說 我們以被害者為中心 當這個被害者到了醫院以後呢 我們就通知了這個警察 社工人員甚至於檢察官 一起到了這個醫院來服務被害者 那目的就是讓他在這個溫馨的環境裡面 可以達到就是說一次把所有的筆錄都做完 那減少他這樣重複陳述跟身心疲勞的一個目的 那當然為了這個目的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還有就是說我們把這個設備都做到是最好的一個情況 來服務這個被害者